今天是7月27号周六A股不开盘 周五A股收盘实现了一个全面上涨 题材股先行涨停潮 收盘有4400多个票是黄盘的 感觉我们的A股一下子回到了牛市行情 有60多个票涨停 有一个特别的现象 那就是A股当下的7月份总龙头 已经实现了三倍的涨幅 而且他只有三个星期20天左右 他真实的交易时间只有15天 却达到了三倍的涨幅 那预示着什么 特度是什么 告诉大家题材股的回归已经来了 小票上涨的好日子开始了 大多数股民回本的好时机来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怎么做 才能够让自己的账户快速的回本呢 快速的增值呢 很简单 咬住主线不放松 咬住核心品种去做一个跟踪 做一个博弈 你就能够收获大入 那么有人会问呢 核心品种在哪里 这些视频我跟大家讲一个特别重要的主性品种 其实我一直跟大家讲 一直跟大家讲 很多人听明白了 很多人没听明白 那接下来我们来讲具体的分析 讲之前 评论去一波888支持一下 觉得我讲的有理的点赞加关注 至于这个核心品种是谁 那个半个月啊 就是15个交易日涨了三倍的票是谁 我想象大家都应该知道了吧 大众交通 大家看一下这个票在周五 冲板失败涨了7.8 但是我们不能说他不行 他还是很牛逼的 大家看 这里是7月8号 从7月7号的两块七毛多 这一天收盘 这盘是两块七毛八 但是从7月8号开始上涨 当天涨了是六个多点 这里一路开始来了 那你看到今天的7月2627对吧 差不多就是三个星期的交易时间 实际上就是15个交易日 他涨多少 他涨了三倍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从两块七毛七 我们两块八左右 到现在的八块四毛多 是不是乘以三 你看一下是不是八块四 所以他涨了三倍 打出了枪式的赚钱效应 这段时间持有这个票的 盯紧这个票应该是重要的棚马包 所以我一直强调大家 股民朋友们一定要注意点 盯紧市场上的一些热点的主线品种 你有机会获利获均利 我跟大家讲 这段时间不要背光 不要什么 不要再轻易的去割入了 经常被人喷 经常被人说 A股就是一个什么坑人市场 A股就是一个垃圾 在你的骂人的过程中 在你割肉的过程中 但是有些人已经赚到了钱 有些人是赚到大钱 不说别的 就在这两天 有人跟我说 大众交通赚了一倍多 他是怎么做出来的 他是怎么参与的 所以朋友们 当市场出现这种机会的时候 你能不能把握住 我们可以回看一下 自从去年撒跌以来 尤其是在今年 A股出现个加速跳水来 哪怕是在这里断上半年的这一波500点的大反弹 三个星期翻三倍的票 你见到过吗 是吧 很少 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的市场 多头已经回归 做多的意愿已经开始回归 这里就是重点 大东交通 虽然说他只有一个票涨这么多 但是我觉得他的票意义重大 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的多头开始发力了 说明我们的多头 敢于发力了 以前只要你敢追高 只要你敢什么敢拉 他就打你 他就压你 但是大众交通的 这个上涨 直接就给了什么 给了大家信心 所以抓住了一些核心屁股 你能够获具力的 至于这个票涨这么多了 我们就看看戏而已 朋友们没有这个能力的 没有这个胆量的 就不要去了看戏 那他涨了 是不是有一些票会出现补涨 有一些票会出现机会 大家觉得有没有可能性 有 而且我觉得还不少 那么这个票他为什么会这么强势 为什么能够在短期涨三倍 我们可以看他的一个基本面 如果你看到基本面 可能大家就明白了 大家看这个票的经营分析 他是做什么的 他是属于交通汽车服务产业 金融投资产业 房地产酒店以及大数据产业 其他真正真实的什么 经营范围 我们看这里就明白了 跟汽车有关 汽车咨询物流交通 租资 还有包括客运 以及什么 以及维修和培训等等 说白了 他就是一个与汽车相关的行业 话就话说 他跟什么有关 跟近期市场上的核心品种热点 主线有关 网约车 对了 就跟网约车有关 所以随着罗伯快跑的快速推进 他成为了当下A股市场的总龙头 成为市场之间抱团的总对象 既然你知道了这个东西 你就知道这段时间 我们A股的主要的核心战场在那里 所以我一直强调大家 一定要盯紧了无人驾驶 盯紧了网约车 盯紧了汽车 主要是新能源车这一块 这个方向有没有助 有没有盯紧 我一直强调大家 A股的主线占科技和汽车 所以你把握住了没有 你盯紧了没有 如果你把握住了你盯紧了 我相信这段时间你不会出现大门期 甚至还有机会吃到肉 做的好的这一段时间 可能你就回来了几十个点 大家觉得对吗 有人后面了 怎么理解这个方向 我们具体的来谈一谈网约车 无人驾驶新能源车 以及汽车产业内的其他方向 今天有一个方向表现也不错 也是与汽车有关的 汽车整车 那么这些方向会不会诞生像大动交通 这样的方方股方几倍股呢 大家觉得有没有这可能性呢 我觉得有 方几倍的不可说 方方的肯定会有 那么到底会花落谁家呢 接下来我们讲具体的分析 大家仔细听 这段时间尤其你没赚到钱的 你看到人家天天在涨天天在吃肉的 天天账户里面升值的 你还在你还在你什么抱怨的 还在你说三道四的 还在你说这个我亏钱的 说这个股市不行的 那我觉得只能是你的问题 是你的这个操作出问题了 为什么别人的撞到钱 你撞不到钱 这就是重点了 机会来的时候你能把握住吗 你把握不住 人家能把握住了 这就是重点 好 那我们看汽车整车 汽车整车在今天上涨的4 在周五的话是涨了4.23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汽车整车的时候 在周三出现一个杀跌 对吧 当天跌幅是3.99 差不多跌了4个点 我记得当天讲过这个板块 有人就问了我一个问题 二阳汽车为什么会跌 还记得吗 老粉丝朋友 仔细听的视频的应该都知道 我当时给大家说了一件事 我说今天汽车下跌 跌的无理取道 跌的莫名其妙 为什么 他这个杀跌跟美国大选的有关系 美国大选这段时间在什么 在这很多的一些消息发出来 川普说了一句话 他说什么话 他要是上台了 他要禁止现阶段的电动车法案 然后 要提高中国电动车的关税 从这两天报收数据 他要提高多少 100到200 要提高电动车的关税到200 你想想我们30万的车出口到他里 你差不多就90万了 290 200的关税就要提到90万 你还有竞争力吗 你还有竞争力吗 没有 是吧 所以他说了这话以后 我们的市场 电动车市场 我们的汽车市场 你看出现大幅度的沙跌 为什么汽车整车跌的最多 原因是什么 我们的汽车整车是什么 是要出口的 所以他这么一说以后影响是特别大 结果当天我就说哎呀 这个真的是无语 那有人有粉丝朋友就问了 我说哎呀 他对我们争国的影响大吗 后面我潮了一下数据 2023年我们中国电动车出到美国的 大概就是什么 大概就是一万多年 一万多台 涉及到金额大概在20亿左右 涉及金额大概在20亿上下 这是人民币 相当于美金的话就是没有 去年的话 人民币没升值的时候 大概就是在什么 3亿多美金 3亿多美金 我们当时是6点多的人民币 现在是7点多了 是不是 好 所以我觉得这个影响不大 20多亿的一个什么 20多亿的一个市场 结果把整个A股相关的板块打下来了 现实证明了什么 我当时跟大家说说什么 不要急不要慌 调整就是机会 调整给你上车 刚好打到哪里 打到60亿均压线 如果你敢于在这个位置 超级的低息的 你想这两天上涨 两天大涨 获利了吗 吃肉了吗 赚钱了吗 这就是重点 好 有人会问了 汽车整车在周五出现大涨 原因是什么 放电上涨 还有一个利好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高层说的 3万亿的一个设备更新 那么3万亿的设备更新 就涉及到的一些汽车 那汽车是属于制造业 它也属于一些设备里面的 所以他获利了 他得到了资金的关注 出现大涨 所以这个方向 我觉得大家断期是值得注意的 值得重视 中长期也可以留意 汽车是我们的资助产业 这个后面存在巨大机会 好 那我们看汽车整车 在周五的话 有三支票是涨停的 一个是中通客车 还有一个是中国重汽 还有一个是金融汽车 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刚才讲了 大众交通 它短期三个星期 翻了三倍 那我们再看一下金融汽车 金融汽车的话 这一天是什么时候 这一天是7月9号 价格在7块 应该说最低价格在6块8毛7 我们就算他7块钱 7块钱 现在多少14块1毛1 好 我们看一下 他从7月9号到今天的26号 27号 也就是十几天时间 十几天的时间 他涨了一倍 这就是重点 如果你抓住重点 你能不能够得利 你没能吃到肉 有人会说 这种票我怎么参与 我怎么博弈 其实我讲了很多的技术 大家记得吗 钉死了 这条线就行了 这个线叫五日线 大家看一下 它一直都在五日均价线之上 只要五日均价线没破 那么我们可以一直躺平 这就是重点 所以朋友们 抓住核心 你就能够获利 获得距离 好 那我们回到盘面 汽车整抽之外 还有谁 汽车整抽之外 还有我刚才讲的无人驾驶 大家看无人驾驶的一个动作 这段时间走势不是特别的强 这周五的话涨了两个多点 大家看它k线 它k线是属于一个空投的正道行情 整体来说这个位置是存在着反弹率期的 我一直强调大家这个位置要重视 那为什么要重视 我们看它这段时间虽然说是震荡 可是你发现没有 量能放出来了 量能比这段时间量能又大 说明什么 说明有资金在抄底 有资金在进场 有资金在扫货 这就重点 所以无人驾驶在这个位置 随时都有可能爆发出中长阳爆击 中长阳拉伸 一旦出去中长阳拉伸 它是不是会突破压制 突破60平均压线的压制 实现了一个大涨 有没有这可能性 有 所以重点是什么 找好票潜伏 找好票低息 等待爆发 这就是重点了 无人驾驶这段时间强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刚才开始讲了 萝卜快跑 大面积的什么 大面积的在试点 对不对 所以无人驾驶越离我们越来越近 好 那我们看 无人驾驶这段时间 个股刚才讲了 有些票总是比较强 那我们看下 这是周五收盘的一个情况 那么周五收盘有多次票涨停 那么哪些票有机会突延出来 你像银王涨了两个 涨停板20厘米 对吧 这种票是存在着机会的 什么机会 大家放一秒 它是属于一个大底 而且这段时间量能 这个量能放了很大 比这个量也大 那么有句话怎么说 底量超底量 那么它有可能开启狂变模式 这种票就看周一的表现 周一是什么 如果周一出现一个弱短强加速 它的效果就错了 它的什么地位就错了 好 那我们看 康胜还有新动力 这些都在短期出现一动 总统客车 还有陆畅 陆畅是属于老的人气票 老的无人驾驶的龙头票 它也出现一个上涨 包括起名信息 也出现一个移动 我们可以看到了 无人驾驶板块 今天也多支票涨停 那么有人会问 重点在哪里 其实不用我说 金龙是当下的高度龙头 但是后面有很多小弟跟风 所以我们要注意的重点就是 能力强的跟紧龙头 能力弱的做股长 股长怎么意思 就是有一些人气票 一些龙头票 前期的股信 非常活跃的票 那么近期几乎来了 我们在第一位潜伏进去 一旦他出现大爆发 一旦他出现大涨 我们也可以获利 也可以吃肉 看你怎么选 你是说短线超短 还是属于波段 波段的去找龙头票 老龙头票去潜伏 短线你就盯进了 前排的这些核心龙头票 我相信大家做得好的话 也是有获利的 也是有机会的 大家需要重点 当他机会来的时候 你能不能把握住 好 再一个新能源车 新能源车 大家看他的走势 这段时间走势 其实跟无人驾驶差不多 但我也跟大家讲 新能源车 是我们一定要盯紧一间要咬住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房地产市场 已经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不景气 那么我们的经济想要发动起来 现在国家大力发展的就是汽车 就是新能源车 我们要新能源车突破重围 走向世界 那我们的空间潜力非常大 为什么 大家看一下 骗两国不是要什么 要对我们的电动车下手吗 欧洲也对我们的电动车下手吗 就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技术有优势 说明他们害怕了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方向 你能不能关注 能不能抓住 大家看新能源车周五的一个行情 周五的话 要多支票涨停 那么这里面也涨多支20厘米的 那么这些20厘米的还有一些10厘米的 我们重点是留于什么 低位的放量的启动的 以后找分歧点做一个博弈 做个东西 我并不说就大家去追高 你可以找分歧点的低点去博弈 博对了你就吃肉吃大肉 朋友们记住我说细节 当然你也可以 也可以去潜伏低位的补涨 你可以 短线选手一定要记住 盯着最强的最火的去 不要去跟风 就比如说前排的有一个人家涨了五板的 是吧 以后下面还有一板的 还有没涨的 我去买个二板的行不行 我觉得这种策略这种失度是不行的 你要去参与短线的话 要不就盯着五板的 要不就盯着下面的一板或者一板以下的 不要盯着二板的 不要盯着三板的 记住二板的三板的 往往预示着它风险是最大的 有些人不理解 为什么不理解 我告诉你 我们总会记住两头两尾 最好的你容易记住 最差的你也容易记住 偏偏就是中间什么 上不上下不下的 大家很难记住 大家觉得对还是不对 所以操作起来 知道怎么做的吗 实在不都怎么办的 找前期的龙头票 做潜伏 做低息 做补涨 不就对了吗 大家觉得是还是不是 所以抓住的重点都没有 抓住的你就能够获利 好 那除了我讲的这几个方向之外 当然现阶段最流最火的就是网约车 大家看网约车在周五下午再次出现移动 再次出现拉升 尾盘这个拉升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 网约车已经炒作了很长时间 他趋势并没有坏 而且他量能还在上涨 所以我们怎么办 我们仍然可以是吗 可以看多 但是 但是 他涨到了前高附近 前高压力附近 那么到这个时候了 就不能盲目的再去看多了 不能盲目的再去做多了 我们要注意在这个位置压力比较大 人家有些人到这里就会解套了 解套就会出逃 还有就是在第一位超级的朋友们 超级朋友到这个高位了 他很有可能怎么样 他很有可能高位减仓 高位获利盘出逃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小心了 从周五的龙头个股也可以发现 大多东东对吧 在周五的下午他出现一个拉板 拉板的话 但是他并没有顶路 出去分歧 说明什么 说明有资金在高位开始出现强跑了 开始出现对线了 这个时候我们再去追的话 就要小心一点 就要谨慎一点 但是并不是说我远车就没有机会了 还有大概率后面会走轮动的 也就是说后面的话 随着新龙头就是大动交通 如果出现了一个调整的话 后面可能会诞生新的龙头股接力 那么新的龙头股接力会是谁呢 从周五的盘面来看 不宁润液 这个是傲板 傲板朋友们 这里是属于一个什么 底部的一个放量涨停板 而且这是个烂板 大家看表 半烂板 那么周一的话很关键 周一他能不能尚未成功实现弱转强 如果他实现弱转强的话 你想想 他的这个效果就出来了 所以我们在做股票的时候 我一直强调大家 要不你盯紧的龙头 要不你盯在补涨 那么补涨的话 我们就可以盯着一些人气票 一些龙头票去做个跟踪 去做个博弈 也是可以的 综合来看 网约车板块的话 短期有涨幅巨大 随着龙头股的这个什么 这个高位放量 很有可能迎来一个板块类的分歧 这个时候我们操作上面尤其是在追高这一块 要保持理性 保持谨慎 好 那汽车这个方向全部火了 相关的板块 是吧 要重视之外 还有就是要带动的一些周边的行业 比如说汽车零部件 是吧 新的车企业的话 汽车零部件能跑吗 你他需要的材料越来越多 需要的零部件越来越多 所以这也就是一个机会 那么汽车零部件在这个位置你看近期的走势还是偏弱的 位置还是比较低的 所以这个方向存在的机会补涨 那我们可以重视重点流域 好 那我们看汽车零部件 周五的话 他也是多个票涨停的 多个票大涨的 对不对 那么这些大涨的 就是我们要注意和注视的 短期有望补涨的票 当然这些票里面也有可能诞生出 那么一支票 出现短线获利的机会 抓住机会 抓住重点 朋友们 能够获利的 能力强的 做短线 能力弱的 做什么 做 优质 讨票的一个波段 也是可以的 相信大家 在这个过程中 你有做了核心 就能够获利 能够吃到大陆 整个汽车行业来说 我觉得现阶段的资金 关注度很高 再加上什么大众交通打出的撰击幸运 后面会有更多的票 拖延而出 会有更多的票 轮动上涨 那么这就是机会 跟上了 你就能够回本 你就能够实现今年吃肉的机会 不过 就能够回到